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欢迎你们来到12月5日的每日圣言的时间 在生命中 你是否有几位知心好友 让每日圣言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带朋友见主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至二十六节 有一天 耶稣正在施教 几个法利塞人和法学士也在做 他们是从加里勒亚和犹太各乡村 及耶路撒冷来的 上主的德能催破他治病 看 有人用床抬来一个万贪万症的人 设法把他抬进去 放在耶稣跟前 但因人众多 不得其门而入 碎上了房顶 从瓦中间 把他连那小床系到中间 正放在耶稣面前 耶稣一见他们的信心 就说 人啊 你的罪赦了 经师和法利塞人开始蠢堕说 这人是谁 竟说泄毒话 除了天主一个外 谁能赦罪 耶稣看透了他们的心思 就向他们说 你们心里蠢堕什么呢 什么比较容易 是说 你的罪赦了 或是说 起来行走吧 但未叫你们知道 人子在地上有权赦罪 便对贪子说 我给你说 起来 拿起你的小床 回家去吧 那人立刻在他们面前站了起来 拿着他躺过的小床 赞颂天主 回家去了 众人十分惊奇 并光荣天主 满怀恐惧说 今天 我们看见了出奇的事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在今天的福音中 我们看到 瘫痪者的朋友 为了帮助他们的朋友 能够得到医治 想尽办法 把他抬到耶稣跟前 一点也不怕麻烦 可见 他们对朋友的情意 有多深啊 换作我们 当我们的朋友有问题 我们愿意为他们做多少呢 或换个问法 在你生命中 有哪几位朋友 对你那么重要 让你愿意为他付出和牺牲 又有哪几位朋友 把你们间的友谊 看得那么重要 在你遇到困难 无法站起来时 不惜一切地拉你一把 其实 在人生中 我们不一定需要有很多朋友 但如果我们有幸遇上 一两位真正爱我们的朋友 这已经是天主给我们很大的礼物了 今天就让我们好好珍惜这样的朋友 并学习当他人这样的好朋友 接着福音中我们看到 耶稣看在贪瘫者的朋友的信德 医治了贪瘫者 我们可以想象 贪瘫者其实已经习惯了贪瘫的生活 没有渴望要改变 然而 爱他的朋友却不愿意看到他 继续贪瘫下去 主动积极地把他带到耶稣跟前 因为他们相信他可以更好 结果 耶稣今天回应了朋友的信心 而不是贪子自己的信心 今天 让我们意识到 当我们关心的人迷失方向 生活不振时 我们能够给他最好的礼物 就是我们的信德 透过祈祷 陪伴 分享天主的真理 让他靠近耶稣 因为当一个人的生命 被耶稣碰触后 必会有全新的生机和希望 请品尝圣言 耶稣一见他们的信心 就说 人啊 你的罪赦了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帮助朋友时 请记得也分享耶稣的福音 因为唯有耶稣能给他最好的 最后 让我们全新祈祈祝 耶稣 感谢你爱我 及我的朋友 我愿意努力 让不认识你的人来接触你 这每日盛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透过我们的信德 祈祷与陪伴 让他人也能认识耶稣 我们明天再见